下腹痛大概是妇产科的专场 讲下腹痛 今天特别分享了一个 常见但是被忽略的一个疾病 兼职性膀胺炎 兼职膀胺炎典型特征 就是尿尿会贫尿 到后来会很疼痛 它的原因很多元化 但这种很惨 它有一些特别检查 我今天就不特别讲 反而是像一个容易被忽略的 骨盆底的筋膜炎 32岁女性到门诊来 陈医师我跟你说 我常常下腹痛 然后我也会有贫尿 以前找过妇产科 就没有很好的改善 那我后来就决定了去运动 运动以后 陈医师真的下腹痛 好像有好一点点了 贫尿好像也好一点点了 可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出来了 因为我跑步要跑 一直跑 所以我小阴唇 终于知道今天是要看 小阴唇的问题 小阴唇一看 真的比较大片一点点 那就讨论一下下 他也一些知识都很清楚 他觉得摩擦造成他运动上的困扰 甚至于摩擦的时候会疼痛 还有一些 他也会觉得盖住 阴道发炎跟尿尿感染机会 有比较增加一点 手术很顺利很成功 差不多两个礼拜以后 他回来看 陈医师我跟你说 分泌物跟尿尿感染 真的有好很多 一个月也有开始跑步 真的可以跑 半马开始回去跑 他就好了 又一个月回来说 陈医师是都很好 可是我本来以为这个好了以后 我的下腹痛应该会好一点 其实他底子里还有别的因素 于是再仔细问一下 其实他当初就是因为 他常常 那这种情形上常下腹酸痛 所以其他医师建议他去运动 的确运动以后减少他久坐久站 他的确酸痛好很多 可是某些知识就怪怪的 我们做一些处诊 他在某几个点真的蛮痛的 那这个就是现在比较有名的 叫做 站久 走久 怀孕 用力 跑步的人 那个筋膜也会发炎 只是他运气很好 他藏得很深处 所以骨盆底的那种筋膜盐 不会像脚底 那么明显你就不能走路 但那疼痛很莫名其妙 会有莫名的点 那这几年其实腹健科跟腹散科 都在看这个病 因为以前这个腹散科 很讨厌这个病 因为就是看不好 脂痛要好一点 运动好一点 然后他有时候又会闪到 前面如果筋膜发炎的地方 靠旁方一点 你就会表现贫尿 靠后面一点 你就会腰酸背痛 那好像叫你运动 又好一点点 其实就那个筋膜的地方 必须做一些类似的复健 那现在治疗方式 大概就是乐服 这种人很好玩 你去泡热水澡 好像好一点 运动会不会好 好 可是你要先做暖身 你如果没有好的暖身 那个肌腱发炎的地方 会更严重 第三个现在其实更新的治疗 既然是筋膜的发炎 有时候如果我们骨盆腔 从阴道内诊 可以促诊到那个点 可以直接打漏度感菌 它的确是会缓解 因为漏度感菌 那边的肌腱放松之后 它的牵扯疼痛会好很多 所以现在 治疗就非常多元化 还有一种方式 那么深层的腹肌没办法做 所以现在有比较深层的 那只骨盆的一些放松仪 以前叫磁波震动 就把那个凯格尔式运动 更深层 打到这个地方 让肌肉放松 所以这种病人 我最后都会建议他 第一个 保持适当的体重 运动不要过度 如果要运动 就要做适当的暖身 再来就是姿势 我刚刚讲 你的姿势 其实真的就是要做 美姿美宜的训练 常站的时候 坐的时候 还有不要翘脚 其实我要分享的是 子宫颈癌 一个56岁的贵妇 其实她来是怎样呢 她最近莫名其妙的 常常 喉咙不太舒服 肩膀酸酸的 那一干女生的话 通常就会去找一些 捧大海 让自己缓解一下 去SPA一下 就还是 还是没有比较好 结果呢 她就过了一阵子 突然觉得喉咙怪怪 有一粒肿起来 这时候一定会找医生了 所以就找额比喉科 但额比喉科就一摸 马上就知道不妙 因为脖子莫名其妙 长出一些肿块的时候 常是一些淋巴结 如果没有感染的现象 果然在他们第一个动作切片 一切片是一种叫 而且是远处转移的 那如果这里的 扁平细胞癌 其实最常见的 常是肺 或者是我们 妇产科的子宫颈 可是这个女生 当然一阵子 没有做子宫颈抹片检查 可是她说 她也跟先生没有 常常在一起 也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然后她说 她说好一阵子没有在一起了 而且她虽然没有做某片 可是也没有出血 子宫颈癌不是会有 异常出血吗 就照我们妇产科 就果然子宫颈一看 果然是一个 蛮明显的子宫颈癌 可是也没那么严重 那大家了解癌症是这样 一下子转移到别的地方 就叫第四期 那她的标准治疗 应该是直接做放射线治疗 加上化学治疗 那贵妇的 自己处理的方式 她网络看一下 也去庙拜拜 就拜拜这个庙跟她说 这是你以前的业障 所以你要来还 于是她就从社交圈 消失了两月 没有不见了 这时候闺蜜很重要 她有两三个很好的闺蜜 正面思考再去找她 一直跟她说 你女儿还很小 你要陪着她怎样 果然贵妇被缩动之下 这一群好朋友 只靠这样力量不够 带她去另外一个庙拜拜 另外一个庙就告诉她 我讲都是真的 不然你说我是假的 再来去另外一个庙 这个庙的神明就说 这个是一个小的业障 没有关系 你度过就好 她才又重新来接受治疗 她来以后其实很悲观 陈医师我觉得我知道不太好 那就看能读的多少是多少 但不要让我太痛苦 但大家想象的 其实化疗跟放疗 没有想象中的痛苦 她说也还好 定期坐一坐坐一坐 真的消掉了 她是三成 而且几乎都没什么副作用 你知道化疗跟放疗 不像还要手术 因为她的程度严重 我们也没开刀 几乎全部都好了 两年后 她女儿还结婚了 她后来两个孙子 都在我这边结婚 六年后 她有一次跟我讲 陈医师好险 你们有来 来帮我治疗 其实我心里的想法是 好险你有正面 向上的闺蜜 还有那个神明很重要 我忘了问哪个神明 但是比较不喜欢治疗 然后转界去那边拜拜 我治疗到现在 现在70了 其实小孙子都已经 八岁 十岁 那天还跟我讲 都已经快上 应该快上国中了吧 所以知道其实 一念之差会有差 那另外一个 脖子的问题 其实有时候 真的是一些癌症转移 但转移的方向 可能就会有 不一样的来源 还是要找医疗单位 好好的就医 神明通常给你 如果是正面思考 我们就谢谢他 对 相同问题常上升 男女离病风险大不同 是的 世界的人口到现在 大概78亿 其实刚新生的人口 男生比女生是 1.05比1.0 也就是男生本来 一互比两亿人 多生两亿人 可是现在总平均是多少 1.01比1 1.0 也就是说 现在男 有一亿四千万 在这生长过程当中 挂掉了 男生 所以 男生是脆弱 请保护 这第一点 第二个 到底哪些症状 男女有差异呢 我先分享一个 其实 热潮红 大家一定要热潮红 这女人更年期的病 才会这样子 我就分享一下 我有一个 58岁的女性 她因为热潮红来找我 曾经死我热潮红很严重 她就口罩默默地拉下来 很可爱 小苹果两颗 原来她热潮红非常久的 其实多数女生 热潮红一开始 不舒服她会忍着 80%的女生 在更年期会经历热潮红 60% 她会因为这个来就医 也就是20%的人 躲掉就好了 但你六成是造成困扰 她原来想说 我都一直忍 忍 忍 到55岁 58岁真的忍不下去 因为以前她刚红的时候 人家就觉得 你气色好好 没有话 腮红就好像打粉底一样 但到后来是还太红 而且她一热 晚上会睡不好 你想要睡眠 那我先顺便 卫教一下 一般人对于热潮红 只是更年期热一热 哪有什么关系 这十年来的研究 她又告诉我们 热潮红是因为 血管一旦放松的时候 血会跑到表皮 你要想一个道理 身体的血就这么多 于是心脏的血 脑袋的血 某个程度运气不好 刚好那边比较窄的时候 所以热潮红反复发作的人 以后他 所以为什么这十年来 我们也慢慢说 你热潮红要调整一下 那这个病人 其实在我们治疗以后 真的好很多了 可是很可惜 因为他已经热太久 硬子已经出来了 这个我知道 教他一些化妆技巧 都要改善 女生下一步就说 陈医生 那男生会不会热潮红 男生当然也会 男生统计上 但男生的更年期 没有那么明确 所以男生常常是六十几岁的时候 有点热 脸色红红的 一般人会以为 气色很好 要不然以为他喝酒 那大概百分之十到二十的人 会有这个症状 真的啊 我老公好像也有 他看我好很多 他想要治疗 那我可以把我的荷尔蒙 分塌吃吗 我就跟他说 他的治疗方式跟你不一样 因为这种热潮红 主要是身体的性荷尔蒙 缺乏的时候血管扩张 所以男生要补的是 男性荷尔蒙 其实男性更年期要改善的 包含性功能变差 第二个 甚至代谢 他的骨族疏松会改善 他的胆固醇会改善 所以他老公觉得更有活力 两个就很高兴 他跟我说 陈医师谢谢你 我们以前号称小苹果二人组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热潮红不是只有女生有 男生也会有 可是跟年期男女呈现的 现象是不一样的 没错 对不对 刚刚是男生也有 但是男生比例不多 但女生呈现就是热潮红 女生的呈现其实很多元化 其实热潮红只是其一 第二个其实还有一些 像晚上容易 一热潮红完会流汗 流汗会影响睡眠 所以要常常是失眠 另外还有一个是 这个大概停经三五年以后 才会出现 这个其实在世界趋势 也是在治疗的一环 当你成绩 自己不好的时候 每个都想回家自己念书 但是有时候念书 还是念不来 请记得上补习班 家教一下 要问的角色 其实就是家教补习班 当然我觉得 在比较严重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迅速让你缓解 中长期的话 我们再来想看看 用什么方法可以取代方式 这是比较健康的想法 我每次被问一件事情 我这个运动会不会比较好 我每次说运动绝对是好事 可是如果你靠运动 要缓解根理期的症状 其实它对于睡眠 情绪缓解一定有帮忙 可是对于热炒龙是不会缓解 常常会更严重 所以在看医生 没错 所以不要期待一个方法 可以包三包也全好 其实就要想看看 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生活 一直来跟医生讨论会比较好 其实这两年最 在年轻族群 讨论最多的是 台湾灵病在15到25岁 这个族群的通报率 我们觉得跟欧美来讲 我们只有他们 太低了 这一年多 我们陆续也在教育 的确实 还有一个刚刚会 默默破坏叫皮医菌 那个树莹讲的故事 我觉得我们都会教 另外一半的族群就是 我其实很不好意思 得了这个病 那讲到这个同样的病 就是一个 大家已经听过 跟病毒有关 一个叫 其实有一个疫苗 大家最近一定听 耳熟的人想 叫 疫苗正式的名称 那叫 人类乳涂瘤瘤病毒 我好唱 英文叫HPV的疫苗 什么是HPV呢 我们就来看看 HPV是一种病毒 其实在现实生活 最少两百种以上 有一百种会产生疾病 最常见的疾病 其实就是大家想到的菜花 我这边写的叫生殖 生殖器官油 那生殖器官油 以前大家想法都在生殖器 但是因为现在生殖器 应用的范围还蛮广的 所以只要有可能 生殖器互相接到的地方 包含口腔 私密处的地方 肛门 甚至有些手指也有 这家耳朵呢 耳朵 耳朵比较特别 我还没遇到 我会到我里欧科去 但是这个 以前讲这个HPV 后来产生了这个疫苗 于是你身体就有抗体 如果有这个HPV感染的时候 你就可以减少它的感染 当然这个HPV的感染 在各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性别看 你看 在男生 有可能会产生 所谓的阴晶癌 或者是 肛门癌 还有就是后面的口咽癌 跟口腔癌是不太一样 我们讲口腔癌 是比较偏向于口腔黏膜 口咽癌是 理论上是Oropharynx 就是比较后面一点点 可是大家中文 不一定能弄得懂 那在女生 包含子宫颈癌 还有外阴癌 少见 但是碰得到 还有一个就是 女生的肛门口 也会得到这个病 那我来讲这个 为什么要帮这个证明 我有一个50 50岁上下一个女性 其实她在48岁左右 就不幸得到子宫颈癌 那也感谢我们 有一些抹片的检查 其实她得到的是第一期 先讲第一期 其实存活率95%以上 简单说很难死 只要你愿意接受治疗的话 那她就接受标准的治疗 手术完放射线治疗 也很完整 两年过去也没事 结果这一天 她老公去检查 因为最近大家知道 45岁以上在推动 所谓的成人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口腔癌 那老公终于被缩动了 她就做了一个 口腔的一个裁剪 运气很不好 真的就是一个 一旦Google 刚好那一阵子 麦克道格拉斯得了 口烟癌 它是烟喉癌的 上面你就看 网络一定写 麦克道斯承认年轻时候 年少这个 游走在花丛当中 另外一个 他跟女生 口外衍生这个 那医疗上你可以看到 有一证据 的确 人类乳涂瘤病毒 如果反复刺激在口烟部分 会增加口烟 这部分的癌症的风险 目前也快要得到 这个适应症 适应症是什么意思 就是打这个疫苗 可以防这个疾病 这个先生 她说 我两年前 那么尽心激励地陪你 其实两个夫妻感情还很好 但是你刚好 刚好得了这个口腔癌 她心情很不好 她说 就诊的时候就跟医师说 其实她跟她太太 也有这个口爱的这个表现 那其实两个以前很研究 但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得到这个问题 好险老婆就把她带 我们诊诊说明 因为我们对HPV疫苗 比较有了解 就跟她讲说 你知道口腔癌的风险识 是什么吗 其实你香烟抽得多 槟榔嚼得多 尤其是槟榔是高风险值 另外一个酒 其实后来讲完以后 原来因为这个 其实抽烟抽很久 然后我应酬性的槟榔也有 其实她心里才会比较放心 一组病人是不孕症 不孕症大概有分 男性因素跟女性因素 那女生大概这个28岁左右 男生大概32岁 其实就非常典型的 算早期想先来检查看看 那女生一看排卵功能比较差 那我就说你先吃排卵药 吃了三个月 我说女方都差不多了 那还是男方补咒 男方是心不甘情不愿急 一泡来检查 果然精子品质不是很好 味觉上就是请她 不可以熬夜抽烟 久坐 这些裤子不能穿太紧 这种标准版 其实这时候女方都很好 陈医师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她再好一点点 我就问她说 你知道性功能好 还是在精子品质好 她说性功能随便她 精子品质 对 那我说好 那我开个药 但让男方精子好 比较简单的又不伤害的 可以忍受的就是排卵药 其实我有讲给她听 我说那我开个药给你 跟你吃的药差不多 那但是她吃的方法不一样 一般女生吃的排卵药 因为女生排卵有个周期性 所以大概一个周期吃五颗 五天就可以 男生就是要连续地吃 大概要吃个二十颗 就让她认真的吃 三个月以后 其实也没回来看 吃药都这样混一混 因为很年轻 但隔三个月以后 他们就自己怀孕了 所以告诉大家 其实同样的药 其实在不同学理上 的确是不一样 跟他们一样 排卵药如果开在男生的话 我们也是要自卑 因为她在申请上 当初是申请女性排卵 错误行为 超五汤 才让身体狂发霉 我们日常很多行为 分开看 看起来很好 但是连续地做 就会出问题 我有一个60岁左右的女性 其实她过来来看我的时候 她在外面已经就诊两三年了 原因就是 但她一上来的时候 我一看 哇 好严重 为什么呢 她外婴就整个有点像 而且旁边就很像撕疹 长了一大圈 你想象屁股两边 像尿布疹很严重那样 过去两年 其实因为外婴常常痒 一开始痒 她去找医生 那我们妇产科医生 其实很单纯的 看起来比较干嘛 那我们就给你一些 止痒的软膏 分泌乳好像比较多 我就开个塞技 大概这样混一阵子 可是她接下来养的情形 好像没那么好 她会做第二个动作 一般人养会干嘛 那我泡个澡 比较舒服一点 对 而且一养睡不好 所以泡完澡 比较好睡 可是泡完好像更养 养养她会抓 抓得好像破皮 破皮会胜肢对不对 六十几岁的人呢 她就想起她小时候的习惯 那沙沙爽生粉 还蛮凉的 而且一开始肾脂的地方 很快感觉上就干了 这一两天好像又好一点 但是反反复复的 她刚好又有糖尿病 她血糖控制还不错 那就这样子混了一两年 其实情况就越来越糟 越来越糟 那这次为什么来找我呢 因为其实她刚好 她先生在半年前过世 儿子很孝顺 那她担心她妈妈 心情的影响 的确心情的影响 使她晚上常常哭 会睡得更不好 结果她又来找我 而且那时候刚好2017年左右 2017年有一个很大的新闻 美国很著名的爽生粉 她赔了一大笔钱 因为大概在1980年代 我们就陆续发现 某些软条 她来做切片的时候 发现里面怎么有一种 滑石的成分 这滑石的成分 怎么莫名轻巧 跑到肚子里面去呢 就发现在美国某些州 因为它某些 比较特别的文化习惯 黑人 他们从小就撒很多的爽生粉 爽生粉第一个干燥 第二个它有点香味 其实用几十年以后 在1980到1990年代 某些病理科医师陆续发现 奇怪 这阵子的软巢癌 怎么里面切片 都有一些 去化验 就是滑石的成分 那在8090 我们就有些学业讨论 可是我们一直觉得 不可思议 到2000出头到2017年 确立这个判决为止 其实我简单说明一下 的确是有相关性 可是它有一个前提 要长期大量使用 撒在会阴 甚至有点跑到阴道内 它才会透过阴道上去 你撒两次是不会的 第二个因为大概 1990年代到2000年代 讨论这么多以后 它已经不用滑石成分了 它使用的是使用 我们叫做玉米垫的 这个儿子是很担心 妈妈用这个 会不会软槽癌 所以特别把它带来 所以但因为我们 比较花一点时间 它挂了特约 所以挂的特约 我就狠狠地 20分钟慢慢地问 你到底哪里难过 你有哪些行为 结果他才说 泡热水比较舒服 所以从热水开始 第二个 他用爽生粉 也比较舒服 所以这两个行为 要先拿掉 可是这两个行为 拿掉就好了吗 没有 因为他皮肤状况 还是不好 所以我们给他补充了荷尔蒙 第三个 它里面的阴道黏膜 跟外因都比较脆弱 所以我们后来 用一些新的镭射 让它黏膜迅速地再生 再下一招 因为它的细胞 都还有脆弱 它要做新的 注射的治疗 让局部的细胞 长得快一点 那最后一个 我再加码了 因为后来我就觉得 他每次回来 看到我们会高兴 但一出门 好像就很落寞 我想应该是因为 看这个医生也蛮喜欢的 他后来 我把那个厨房 还要加一个我的照片给他 但是仔细问一下 其实他儿子才跟我讲 因为他爸爸 半年初前过世以后 其实配偶的离世 对比较老一点的老人家 其实他是很大的一个刺激 老来上我蛮惨的 真的是很惨 因为就算他们感情不好 吵架也有人吵 现在没人可以吵 所以后来又加了一点点 让他整个情绪缓解 这些症状常出现 器官肿胀大变形 那我们出展科 其实一个比较重大的疾病 叫骨盆腔发炎 我分享一个37岁的女性 这个女生其实已经生过两胎 可是很不幸的 就是32岁左右就离婚了 那离婚呢 其实他就追求到人生 更快乐的生活 而且他之前就装了避孕器 他觉得装避孕器也很轻松 那自有以后 就男朋友也交了一些 可是就慢慢发现在 在这几年三不五时会肚子痛 通常诊断是骨盆腔发炎 这一次 那女生因为前面已经太有经验 就跟大家如果看病看久了 她就觉得 那我以前旧的药先拿来挡一挡 挡一挡 两天以后怎么还是不行 而且有点高度的发烧 烧到39度多 肚子又很痛 整个人恶心不舒服 而且痛到站不起来 这次来就到我们急诊来 急诊一看 这个肚子里面怎么积一点点 那种脏脏的水的感觉 疏软管整个肿起来 我们正常的疏软管 大概像小指头 比这小指头还在细一点点 可是当它肿起来 里面都化膿 肿起来的时候 超级波是看得到 它肿起来真的像香肠一样 更重要的是 它应该是有点破掉 膿都跑出来 所以这种case呢 很多人说 那膿都破掉 要赶快开刀 这边就顺便做一下修正 这种症在化膿 破掉的时候 其实我们应该先 烧下来一点 稳定一点 再开进去 那下一步怎么办 很多人说 要不要再保留呢 讲个概念 疏软管是干嘛 疏软管其他这种条状呢 它里面是有 这鲜毛的作用 很像输送袋 疏软管的尾巴呢 要去抓卵子 抓到卵子到里面以后 很像那电动输送袋 它的鲜毛这样 就把 然后甚至在 疏软管精子结合以后 形成胚胎 就慢慢送到正确的位置 可是这种 只要是受伤的 疏软管 它的鲜毛 基本上是受损的 所以你要想象的 疏软带就是 会打 都不动也就算了 有时候到这边 有时候还会逆行回去 就在那边打架就对了 所以这种疏软管 保留是没有用的 第二个 它一旦化膿的时候 其实我们抗生素 是打不干净的 它可能还是要手术 所以这病人 后来就有手术 它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它当初装避孕期 顺便做一个位叫 避孕期 还有比较 公负的性行为 都是导致这个疾病 容易产生的 那结束以后 当然心情不太好 那你知道 医生都是要负责 安慰病人 我去找一个 更严重的病给他说 你这个还好 我上次有一个 这个破掉以后 这个农阳 跑到肝的下缘 于是它表现 像肝的发炎 它来的时候 其实肚子脏以外 连整个肝指数都上升 这种很少见的 一种特殊的一个诊断 叫FHC的一个诊断症候群 这个是法国人那时候发现 他发现 有一种 那我安慰他一下 他说 所以陈医师 我这样肝没有发炎 我说对对对 你运气很好 他突然心情又很好 陈医师那我疏软管拿掉了 我以后是不是就不用避孕 我说对 这样太好了 他避孕也不用再装了 果然是一个热关的好病人 台湾会看情况 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没有那么爱割的外科医师 因为这个割 其实必须要 并要割 或者是 或者是 小外科 那这两个科 其实不是很爱碰小孩 割包皮 最大的问题是这样 有时候他还没发育完全 你割过头 有时候他会 会往下 会动 我朋友小孩就是 然后到后来 他是整个头外露 不是头外露 他穿裤子的时候 变成他头会去摩擦到裤子 会痛 不过这个 还是要跟医师讨论一下 目前是有这个趋势 慢慢地有比以前好 可是比国外还是少很多 周琪问问莫轻呼 小心酿出恐怖危机 其实在周琪的不平晚 其实妇产科是最常见的 因为每个月女生有个月经 其实来调节一下 到底月经或者周琪的混乱 会不会影响 影响那个女人的心情 答案当然是会 我分享一个 它是周琪的混乱 当然周琪是 孕期的每一次的不稳定 我有一个 现在是42岁 其实这个女生 其实是很认真很辛苦的 她从35 6岁开始 有三次的怀孕 一次的有产 再接再厉 大家都鼓励她 隔了几年以后 又怀孕了 这一次她就想好好地保养 到12 3周都乖乖地躺的 没想到14周的时候 又破水 这么少的周数 我们是没办法保存的 后来的确是终止掉 隔个两三年 她心理建设好一点了 这一次又怀孕 你知道我们有个名词叫做 习惯性流产 或者子宫领病所不全 两次以上流产 叫习惯性流产 那有一个疾病叫 子宫领病所不全 它通常会在 四个多月以上才会发作 这个Case比较特别 第三次 第三次怀孕 这个医生倒不要 要不要把它当 避所不全缝起来呢 心里有点压力 可是这种医疗流程来讲 应该是还好 现在的趋势会先看 子宫颈没有变短 所以这个Case 她第三次 快40岁的时候怀孕 她想说 就照医生配合 医生一看 两次 可是前次都破水 也不是所谓的避所不全 于是她就每次追踪子宫颈 到16周 没事了 18周 又破水 这时候40岁 其他心里压力是很大的 对 然后其实有点放弃了 这个放弃 这个不顺 你看这个心里的压力多大 但是我觉得这对夫妻很好 他们有点平常心 就觉得如果有 我们再努力 没有的话先去过生活 今年42岁 又怀孕了 12 14 18 如果照数学的等算式来讲 下一支是22 这个到我手上要不要缝呢 虽然她表现不是那么像 子宫颈避所不全 我们还是缝了 避所不全最典型特征是 13周到15中缝 我们13周多 我就肯定要把它缝起来 然后每次过那个关键期 这一天到18周回来 我感觉 我们过关了 已经超过你上次18周 而且什么都很好 她很高兴 对 隔两天 18周加5天 又破水 天啊 好不错 其实我听到心里很难过 因为我觉得我们所有 他从烧相拜拜 所有的招作都弄来 那这时候没办法 缝起来的地方 甚至必须把它剪开 就让它很自然地排出来 其实我们就有讨论 其实她心情还是很难过 我都跟着她难过 她说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找 其实她只有一个 子宫本身有个肌线症 肌线症才4公分 这个案子 我现在手上肌线症或肌肉 比较大两三倍的 四五倍的多了四 人家也在怀 所以我说后来 现在可能只有一招 真的不行 只有把那个肌线症切掉 可能是房子的问题 到时候再把它修正好 所以你就知道 很多的不顺 也许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可是现在科技 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协助她 期望明年 不是水逆那一年会更顺利 谈到这个故事 其实很多女生 她不是不想自己怀孕 因为她工厂就是没办法 这时候她想要小孩怎么办 台湾居然这个 什么都可以通过 为什么这个法案是通不够的 我觉得还蛮奇怪 可能有很多的问题 这个不云正医学会 跟富产科医学会 还有很多女学院 还在争议当中 但是我觉得已经 可能有点慢慢透露一些曙光 因为这种东西 如果真的参与讨论 你会发现各有各的立场 所以在国外 其实在适当的管理之下 它关系到 我们很期待她可以成功 因为我现在手上非常多 40郎当岁以上的 它其实有它的困难在 非常多的忙 卵子真的不行 也有卵子的捐赠来源 子宫真的不行 也可以借别人的房子 不过我觉得法规 永远走在现实需求之后 那大家要一起努力 透过节目 大家一起来帮忙 我今天做个卫教说明 这个假设 我不是要宣扬佛教 不好意思 假设是一个 所谓的处女环 其实它本来是一个膜 你怎么会拿佛住来的 就是 他也没别的道具 他身上刚刚好挂穿 那个原因 医生当久都要佛心来着 所以谁知道带着 其实我们正常一个处女环 是一个膜是这样子 随着发育的时候 中间这个孔 这条膜要慢慢退化掉 也是形成一个中通的 其实真正的处女膜 我们英文叫 它其实应该叫处女环 它是一个环状的组件 那在有初次性生活 这个环会撑裂开 于是就会俗称的破掉这样子 那在这个膜 这整层膜要慢慢退化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要退化不完成 不完成 有的是一个小洞 有的是两个小洞 像猪鼻子 也有像腮后 就是一个腮孔这样子 也就是他如果没有性行为 到20岁他可能还是这样吗 对 那其实只要有洞 排得出来就好 那他刚刚张简医师 他提到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女生到底几岁没有来月经 要找医生的答案就是16岁 我们叫 没有来的话 16岁到高一可以来招门 但你不要12岁 零一个月就冲过来 妈妈很疼张 妈妈比较的水准 只有跟我比 比我早或比我晚 他都觉得不太对劲 第二个 虽然说16岁才是要来看 可是如果他13岁 就怪怪的肚子痛 像这种处女膜 闭锁的这个问题 他血出不来 其实很痛 我觉得他应该痛一阵子 而且每一次周期 大概就50cc在那边累积 其实那也是蛮痛的 我们这种闭锁的人 通常他很快的 两次到三次的出经之内 他一定会来找医生 因为那种血塞在里面 是很痛的 那第三个怎么去处理呢 基本上就是把洞打开 血可以排出来 就会比较好 可是如果这个真的不处理 他血会一直逆流往上 其实他的痛经 会周期性的很严重 所以你要帮他开洞 对 我们就是把这个膜 整个切开 让它可以排出来就可以了 血很快就清干净了 其实子宫内膜 我们常常讲子宫内膜是一个 良性病变 可是他行为非常恶性 你要想一个东西 他转到别的地方 能够存活下来不容易 子宫内膜就有这种本领 他到哪里 他就开始分泌东西 抓一个洞就着床了 所以在那边就活下来了 你肿瘤也不容易 肿瘤你把它扔到某一个地方 不是他可以活的地方 他不一定能活下来 那内膜意味症 他只要跑到哪里 就可以着床在哪里 其中包含 我光这几年回台北 台北真是一个手膳之区 怪病好多 因为收集性流鼻血 收集性咳血 后来真的去做切片 证实是内膜意味症 转移到肺 甚至咳血 以前咳血都认为是肺 我有一个病人是 食道 他转移到食道 所以他每次月经来的时候 他真的就是咳 类似那个小血块的东西 收集性的数 那这种东西有一个好处 起码他找到 找到其实只要切除就可以 如果真的找不到凶手 其实我们复展科当然也有药物 我们有一些类似 俗称停经药 我只要打停经针 大概六个月左右 让它退化掉 很有趣的 有些地方 因为他在那边生活 在不是他该生存的地方 生活不易 只要六个月抑制他 有时候他真的会好 那还有一个是转移到肛门直肠 我们也有那种 每次月经来的时候就变血 那那时候一直 自从背了很大的黑锅 他一直以为是直肠 其实不是 还真的是直肠 那也有转移到 输尿管附近 输尿管附近 他会有一个问题 他会把 于是输尿管排不出去 就变成肾水肿 肾水肿 如果他再忽略掉 就变成肾衰竭 要形成 还有这种到处跑的 所以遇到那种 就是周期性的 就是可能要怀疑说 会不会是子宫的问题 其实可以跟妇科 因为一个女生 很特别就是 有周期性的变化 真的就是妇科的荷尔蒙 是比较有可能 你内液体流不动 疾病危险警报大 是的 我们复伞科有一个 比较特别的地方 叫做羊水 羊水是一种动态性的 羊水是什么 羊水就是 所以你看 这个宝宝就居住在 他每天吐的口水 跟尿的这个尿池里面 只是同时尿比较干净 那他会达到 如果今天这个尿的产生太多 或者他口水吞得太少的时候 其实这个量就会增加 所以我这边分享一个 一个32岁的女性 其实她今天 我一看这肚子 怎么走路浮得像 36 7周快要生的人 她就说 陈医师我最近真的 一照超人波 宝宝还是28周的大小 可是她的羊水量 就非常的高 人类指标正常只是 8分到18分左右 就我们一两 她的那个羊水的指数 是32分 32分是什么概念 等于肚子里面多放了两瓶 1000cc的宝特瓶的概念 可是难怪整个都大起来 而且它是非常短期 重到三级都不太对 那于是就有一个 最常见我们就要想一个疾病 叫做食道跟胃之间的 我们把这个想成是一个 食道进到胃 旁边 其他旁边一个叫做气管 我们的汁气管在这个地方 其实你吃东西 就从这边排下去 可是有的人 他这个食道没有长好 食道没有长好 水就下不去 那这种我们很早期 就可以侦测出来 不会放到28周 因为我们在五个月 高层次超人波会检查 水如果下去胃会胀起来 你就可以看到一个胃胀胀 这个case其实胃有 可是有另外一个问题 旁边食道 有些人他这个食道 跟胃中间有一个管子 于是水就跑到食道 刚刚讲到 我们水 如果只是口水 呛到食道 那个气管的上缘 你都会咳了 何况这个水 是直接灌到食道的下缘一点 那这种小朋友 其实他有一个问题 他常常是伴随着 就是这个食道下缘 变窄了 也就是以前 他是这么宽的食道 可以下去到位 他莫名其妙长不好 长不好 越来越窄 于是水下不去 只要从上面突出来 洋水过都会有一个问题 第一个 肚子没办法撑那么大 妈妈难受之外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 呼吸不顺畅 这些我们都遇到过 但更重要的是 洋水太多 它就会破水 破水严重的时候 就很糟糕 所以这个case 我们当然就先去查看看 所以奇怪 他食道位好像还有 那我们先给他一点点药物 有些药物 让洋水制造少一点点 还是没有好多少 一个多礼拜以后 果然就破水 破水后来去检查 他果然就是食道跟 胃 食道跟气管中间 有一个楼管 因为他还算一气好了 因为这种东西 简单的概念来讲 如果中间有多一个通道 我们把这个通道 绑起来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有几种 它下面没有开好 它要重新做胃的重建手术 我想这个 小儿外科系的就知道了 那好险现在 这个很早期就知道 但是他那时候很早产 三十二三周而已 就小朋友才一千八 后来受到 很特别的小儿外科 去做处置 因为我们在生产前就知道 可能有这个状况 所以特别请小儿外科 一出来我们就要插管 因为如果插管 水会灌到肺里面 它肺很快就发炎 于是就会出事 所以这种case 在以前如果产点 不是很发达的时候 常就是莫名其妙 肚子大好快 人家又觉得 是不是成长得很好 妈妈很营养 然后就破水 破水小孩就很小 小孩一出来以后 就哭两下 于是什么 儿科治疗一下 一天两天就走 如果是在二三十年前 故事会是这样子 但现在现行科技 我们就知道 起码他知道 可能这个风险 做了一个修正以后 这个算是happy ending 因为它这算 比较简单的 可是这种异常 严重还分五大型 真的超级异常 是很难治疗 我们不敢面临另外一种 古代有低血认亲 后来有人用血型 来判断是不是亲子 现在刚刚更进步 有所谓的亲子鉴定 亲子鉴定之后 大家交往朋友 或者是突然 嫁另外一个男女朋友的时候 要小心 我分享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在我们那边 非常经典 一个女生 其实他在国外 结识一个男生 其实他事情就知道 这男生是很有钱的富二代 当然我觉得女生 为了好的未来 做经营 一个婚姻关系是好的 果然他们就 很设计好的 就交往 男生也 女生长得很漂亮 然后就在一起 可是男方的家长 富二代 企业家并不是很喜欢 这种在国外 突然跑出来入手姻缘 就本来要阻挡他们 不让他们在一起 结果后来 这个 因为就在国外意外怀孕 意外怀孕了 其实你知道企业家 有的小孩很小 他很高兴有小孩 好 那先回来再说 就回来很顺利地 怀孕了 生产 但是生产下来 有一个大的问题 生下来是一个 很漂亮 但是是像妈妈 爸爸好像也像 帅的人看起来就差不多 我们心里都觉得有疑问 女方偷偷来挂我们 然后陈医师 你可不可以帮我 做一些证明 你知道我们家 其实是有隔代遗传 我问我妈 不知道隔几代 我以前混过何男人 那你说可不可以 讲精准一点 我妈妈说应该有 然后这女生 而且你看我也是金发 但是我说 她说我小时候 有点黄毛丫头 那我说提最简单 册亲子鉴定 会比较好给答案 觉得这女生 就不是很愿意 她说你帮我做个证明 说可以这样子 殊不知南方也有准备 刚好我们家那边 是很大的亲子鉴定中心 南方找到我们 另外一位医师 去做亲子鉴定 我想这个答案 应该做亲子鉴定 提亲鉴定最可靠 果然答案后来就不是 不是喔 可能在路上 有混到一些东西 但有 不是真的吗 好尴尬喔 其实我们听到的是 其实南方的家属 本来很喜欢这小孩 你知道混血很漂亮 对 但因为真的不是 又是企业家 后来是割舍掉了 现在科学资料 大家越查越多 我们曾经有类似这样子 就查 结果两方都有HPV 那就觉得都有感染 对不对 某一方就说 邱伟师 我觉得 我可能是以前就有 他应该是新人 因为他最近去大陆 你知道 现在科学药学系 他已经要求要查哪一行 对 不是查得出来的 我今天讲 大家就忘记这件事 不要再留意 你不是 你不是 你不是自己找麻烦 以前你还可以圆一圆 现在要把这个接 对啊 不过HPV的确是 我们太多研究了 其实在键盘 滑鼠 手把 马桶的那个 都全部都有 甚至是跟前男友 就是说他已经十年前的前男友感染到 有可能 他对他因为免疫力把它压下来 那最近免疫力差 他整个又复发出来 其实跟 对啊 是跟完全不见得是 就是最近的接触 对 经常就是 当你腿开开的 我可以聊三十分钟 你会很快乐地度过这个时光 不是 我不行 我没办法聊 你有办法聊 我没办法聊 你相信我真的可以 因为你会talking 你有需求的时候 我们在聊的时候是聊开 不过我先讲一下 刚刚茵茵 很多还是错误讯息 比如说他刚提到应该 子宫颈的一个感染 产生病变 那个叫 癌前病变 癌前病变的手术 其实很少说一动就大流血的 所以那个都是在网络上的一个误会 那我现在讲这个也是真实的 以前大家治疗疾病 什么时候会偷跑 比如说你癌症 一听到要化疗 要放疗 很多都会跑掉 隔一阵子 三个月 六个月才回来 我想我们所有人都遇到 可是我接下来分享的故事是真的 一个37岁女性 其实她两年前就觉得 她的朋友就跟她说 你肚子越来越大 不是胖 真的是裤子穿起来紧紧 人家看得出来 一定是妇科有问题 你要去找妇产科医师看 她心里就有一个逻辑 那朋友说 去看妇产科就要脱裤子 去脱裤子就要内折 你知道她是一个保守女生 她从小立下一个志愿 我的初夜 我的人生的第一次 一定要献给我的男朋友 不可以献给冷冰冰的压嘴 所以她拖了两年 这两年她做一件事情 她为了要看病 她认真地找一个男朋友 终于在初夜突破了以后 隔两天才来看诊 好认真喔 然后她一来 我一躺上去 我们会先做超音波 超音波跟她说 我就跟她说 你这个根本没有内折 12公分那么大一肩 肚子一摸就知道了 其实是不用内折 但如果两年前来看 我觉得应该没那么大 搞不好六七公分 我用内四镜开 把那肌瘤除掉就可以 12公分因为太大 超出范围就要打开肚子开 她说真的 怎么会这样子 她跟我讲了一句名言 她说我其实没有办法 面对冰冷的压嘴 我比较愿意献给我 亲爱的热情的男人 讲得起来很好笑 但是真实故事 会告诉她一件事 第一个 找妇产科不一定要脱裤子 第二个 脱裤子也不一定会内折 没有性经验 当然外婴就是有状况 我们还是会内疹 但内疹不一定要撑东西进去 其实有时候只是外婴的观看 甚至有时候 我们用细的棉织 可以进去里面裁剪 这样有助于判断 子宫颈的病变 其实它是有阶段性的 从一个病毒的感染 慢慢进展到所谓零起来 一般经验绝对是 二到五年以上 对 所以像你这个 如果要算账 请找二到五年以前 那个男朋友算账 会比较可靠一点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个 这个感染要时间 所以你要很恭喜 那一次有去检查到 那第二个就是 子宫颈癌的零起癌 其实很容易检查到 它的治疗 那你只要好好追踪 追踪多久呢 两年之内没有再复发 基本上你就过关了 就没事了 可是我还是会鼓励你 每年定期的做抹片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子宫颈 它刚刚讲的一个重点 子宫颈是一个 很笨的一个范围 它没什么痛觉的神经 甚至在国外 有时候局部的麻醉 在子宫颈那边 某几个点的局部麻醉 就可以直接手术了 其实它是不太痛 心情好痛 你刚刚有提到 这个男朋友的问题 是跟这个有关 性行为有关吗 其实子宫颈癌是 我们目前公认 它是跟 99.9%是有的 那这个病毒感染 多久以后会变成癌症 它是看情况 简单讲越年轻 尤其子宫 像国外的研究是厨剂 像那种12、13岁 它子宫颈癌 不是很健全的时候 越早地接触 这种病毒的感染 它越早可能产生病变 我们以前治疗端 在我们台大以前治疗过 我永远记得有一个 我接手的时候是17岁 他已经子宫颈癌末期 但后来我们接手就不是很好 长得很高很漂亮 就是在 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 他在KTV负责当社服 然后其实可能 因为太漂亮 13、14岁 可能就很早而行 在那个服务的地方 说到这个我就想起 确实我在八年前的内任男朋友 他是我们后来分开 就是因为他一直不断地在 所以就是确实是很有可能 在那个时候 对 重点是你开始在追踪治疗的时候 那对之后要交男朋友 要怎么样去 问得很好 因为既然是一个病毒感染 那你可能在追踪 也会再check一下 有没有病毒 可是永远有新的病毒感染 你懂我意思吗 只要有性的接触 就有这个可能 所以为什么 预防性的疫苗 我们会建议 那第二个 瓜哥讲这个手术 会不会影响未来 他们问的最多是 受孕跟未来怀孕 对 其实受孕能力 基本上没有大影响 只要手术顺利月经都正常 至于下一胎的怀孕的话 需不需要特别 以前有子宫颈的手术 好像子宫颈会受损 所以有个疾病叫 对 早期二十年前 因为子宫颈的病变 我们不是很了解 子宫颈通常切很大片 那时候子宫颈真的受损 所以概念上是 做过这个手术 之后一旦怀孕 要把子宫颈缝合起来 对 但是近十几年来 因为工具的进步 还有大家了解这个疾病 因为知道它是一个 表皮病变 所以我们在切的时候 尽量以切表皮为主 所以现在的趋势 并没有强调 做了这个手术 一定要缝合 可是产检要看 那时候帮我做手术 的医生就是说 如果我在检查处 还有复发 因为我那时候 病变范围其实很大 他说它 其实切掉蛮多的 然后他说 如果我又再复发的话 再做这个手术 就是未来 如果有怀孕的话 就会有流产的风险 所以他就是建议说 要把子宫颈缝合 对 然后我记得 我那时候做完手术 就像茵茵讲的 确实是 那时候都得躺在床上 握床 对 真的要握床 不太能动 是因为你只要走入 你的下腹 就会不太舒服 然后再加上医生说 尽量 就是能不动就不动 因为你尽量下半身 不要出力 它比较快好这样 但是没有到 大量出血 对 那你现在可以做重训吗 我做惨了 恢复得很好 子宫颈疫苗是 如果没有性经验打 会比较有效是不是 简单讲 通常没有接触过病毒 这时候预防性 全精队都已经备在那边 最划算 所以早期我们在推是 推 甚至最早在推广 是要去国小推 但是后来被国小的家长 家长会长 就骂 就是9岁知道什么东西 因为那时候本来小事 所以现在如果 国一国二去打是OK的 后来我们就推而求其次 在华人区是在国二国三推 在国外其实是小三小四 就 这个疫苗是有加强保护力的 对 你70岁了老太太走进来 我跟你说 我特别从南部上来 你是我找的 他这样一讲的时候 我脑袋马上秀出 那耶 我想说我第12个 结果来说陈氏我跟你讲 我今天就是 肚子痛 这个痛就怪怪的 这反反复复已经好多年了 我跟你讲我找了12个医师 接下来 你是我找了第6个妇产科医师 接下来数给我看 腸胃科医师我找了两个 蜜尿科医师我找了两个 腎上科医师我找了一个 骨科我找了一个 妇产科你是第6个 他很厉害 其实看电视都告诉我们答案了 他说我先找肠胃 因为可能是肠胃的问题 对不对 肠胃科都说没问题 然后几个科都跟他说没问题 而且几个科跟他明确讲 你可以不要再来找我了 其实我了解那个心态 后来复产科 我问他那么多药里面 哪一个比较有改善 因为他就是脏痛 偶尔阴道干涉 偶尿尿不舒服 那尿尿不舒服 偶尿吃吃药就好了 他说其实有一个药用的 比较好一点 就是阴道用的 复产科请他用 那荷尔蒙用了以后 其实骨盆底的那个松弛 或者是萎缩掉就会改善 所以我就跟他说 那个药那个药 荷尿泵你在用有比较好 你怎么没有继续用 曾经是我跟你说 这个用三天后有点好 用七天 你疑心说 药不能吃太久 太多了 所以我想我七天就把它停掉 那所有药里面 那个最有用对不对 对啦 太好 要不过一下子后来又来了 所以没有好 我就跟他讲 这个萎缩性胰道炎的治疗 很重要 是要用三个月以上 才会大幅改善 你才用一个礼拜就好很多了 其实你很适合用这个药 继续用 他就说是真的吗 这时候我强迫他一定要用 而且我就约诊 说你这个礼拜乖乖给我用 你知道他要走出去的时候 他老公也是七几岁的老先生 回头跟我谢谢 而且眼神 我看到那种感动的光 因为你要想他看十二个医师 他老公也陪他看十二个医师 果然隔一两月以后 他好非常多 他说这医师真的是蛮神奇的 真的会好 其实我不敢讲 前面医师给你的诊断 本来就是对了 是你没有好好把他治疗完 其实完整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看我们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彩的内容 记得选旁边的影片哦